就是这个中学后来这个解散了 解散了他的一部老师 因为都是从水产这个教学的 后来都基本都被大连 都大连成立水产专门学校的时候 这批老师都调到那去了 因为学上解散了 老师这个这些主体都嵌到大连了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标本一起带到大连了 这个推测有没有可能 调查组讨论之后 还是试着联系了大连海洋水产学院标本士 然而几天后的答复却并不乐观 他们多方查询后告知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 这所学校几经搬迁 诺大的尸骨的去向也无法查证了 线索一次又一次丢失 这一天韩晓东再次来到了杨顺义家 闲谈时 韩晓东听到老人提及的另外一个线索 骨骸存于水产中学之后 又被运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 其中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叫日本运走了 日本为什么运走了 它这也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这些是有这种观点的原因 因为当时日本为了长期占领中国的东北 他们在营口建了很多研究所 包括像海洋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 美矿研究所 水产研究所 这些研究所特别多 然后建造一样东西就赶紧研究 就是这个大象动物的果害出现 肯定他们也在他们视野之中 所以银们当时就揣撤 说这个也是传说 说这个龙谷被运到新井 也就是现在的长春 新井又被运到日本去了 从进行研究去了 这是一种传说 查实的结果是 运到日本的说法 只是民间传说 无从查起 调查工作也只好暂时打住 期待新的契机 都会订阅 ota 这些事 都会认为 小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